好,我们现在来练习那个小数的除法 来看一下第一题 6除以5 6除以5 看5是1位,6是1位 那就可以除51得5 好,6-5,1 小数点点在这边 这里就补0 10就可以除以5了 10除以5等于2 25得10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1.2 看第二题 8除以32 32是2位,8是1位 所以呢,就不能除 那我们就要这里补一个0 再补一个小数点 我这边就可以补0了 好,用多少呢? 33得9不行了 22得4,23得6 好,6,1 好,接下来 这里已经有小数点了 我后面就可以继续补0了 好,用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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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三十五十五加一十六 这样就可以除了 多拎洗几次就熟了 再来 五十四除以二十四 我们来看 五十四它两位数 五十四可以除以二十四 三要写在这个四的上面 我用二 二四得八 二二得四 剪下来 这里是六 六不能除以二十四的 记住点小数点 我这边就可以补零 也是用二 四十八 因为这里已经有四十八了 我们这边就直接写四十八 一样都用二 这里二一 接着补零 不用再点任何小数点了 补零 五 五四二十写零千二 五二得十十二 好 所以答案就等于 2.25 这题答案等于 0.25 我们来试看看 这题呢 三除以八 好 三除以八 好 三可不可以除以八 不行嘛 三比较小 来 记住哦 写零 补零 点小数点 然后这边再补零 八 三 二十四 因为八四三四二就超过它了嘛 好 好 接下来 六 六也不能除以八 好 六 减下来这个余数 比这个除数小 这才是正常的 好 要 补零 好 八六四十八 八七 五十六 好 四 好 再补零 一 八五 四十 这样会不会 好 再练习哦 好 两百五十 除以八十 好 我们看 八十是两位 我就看两位 诶 二十五比八十小 不行 那我就看两百五 两百五 比八十大 可以 好 我这个零遮住 这个零也遮住 八乘以多少 最接近二十五 三 三 八二十四嘛 那我就写三 三 三零 得零 三 八 二十四 好 来 点小数点 補零 一 一 八十 好 再来 補零 用多少 二 二零得零 二八十六 好 再来 一样補零 一样補零 用五 五 五零得零 五八四十 好 出尽了 所以这体是 3.125 这体是 0.375 这样会不会 好 我们来试看看音乐 没有问题哦 老板买件 260公斤的红豆 平分装成 32袋 平分装成 就是用除的 好 除以32 就知道每袋 有多少公斤 260 除以 32 我们来除 260 除以 32 好 看 32 两位 26 26 不能除以32 那260 就可以除以32 我的商 就要写在这个 0的上面 好 这个0的上面 用多少 6 3 18 8 3 24 用8 8 2 16 1 8 3 24 24 24 加1 25 这减下来 4 他跟他戒 所以这是5 5-5 0 点小数点 50 1 用32 好 8 8 10 用2 因为用3的话 33 9 所以就超过了 2乘以32 22 得4 23 得6 这里是6 这里是1 好 再补0 用5 5 5 2 得10 进1 5 3 15 15 加16 所以答案是8.125 好 答 每袋有8.125公斤 好 再一提 其实应用题很简单 它就是要让我们练习计算 一桶水有15公升 平分倒成8平 平分又看到平分了 就是用除15 除以8 等于 好 15 除以8 8是一位数 我看1 1不能除以8 那我就15除以8 好 8 1得8 8 2就16了不行 所以我用8 1得8 好 剪下来7 点小数点 5 0 这个步骤要记住 好 8 8 8 6 14 8 9 7 12 就不行了 所以我用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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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4 好 这里 6 5 0 8 7 5 6 5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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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6 7 6 7 7 7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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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7 7 7 8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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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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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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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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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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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 8 9 6放下来就好了 3 2 得6 好 答案就是 6.2